我 我 怎么得罪你了呀 你说出来 我改 他们家小王爷从前多嚣张霸道的一个人啊 这下好了 竟然要改了 马车一路来到郊外的庄子上 灵溪已经在等着了 看到沈明烟连忙迎了上来 这位是 他爷爷不要他了 让他暂时在我家养着 这庄子有多少土地啊 整整两百亩肥沃土地 旁边还有五十亩的草地 三十亩林地 如果需要的 那个也可以开垦 不过产量肯定不高 让人把草地开垦出来 到时候一起种植 对了 这样的庄子你弄到多少个 一共十个 有大有小 全部都在青河县附近 那好 到时候全部听我安排 我让种什么就种什么 你不打算种小麦玉米之类的 那些东西以后再种 这一次全部种一种新型的粮食 叫土豆 产量非常高 一亩地几千斤 你说的是真的 真有这么好的粮食 你 你有多少种子 很多 只要有土地 我就有种子种植 旁边的萧靖恒看了他一眼 其实他越来越奇怪 这丫头的东西到底是哪来的 感觉就跟凭空冒出来的一般 萧靖恒正想着 突然看到沈民燕汉过来 他一听 这小丫头又坏又嚣张 这是笃定了他拿他没办法吗 不过换个角度 这是不是也说明燕燕对他很信任 想到这里 萧世子又开始美了 这个年头粮食有多重要 你自己清楚 我手里就是有种子 准备今年大干一场 你尽可能找土地 这几个月就能长出来 到时候能赚多少 你自己想 还有你身边的朋友 手里有土地的 尽管去忽悠 一旦成功了 那么你在凌家的定位 如果真的那样 那凌家那边他还用顾忌什么 好 我就拼一把 田地的话 我会尽量的找 绝对不会浪费土地的 那个 县令公子 叫什么来着 你找冯公子干嘛 他不是县令公子吗 手里应该也有不少田地吧 找他合作呀 我觉得 这事 你找你大哥更靠谱 你也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不仅你大哥坑过我 你大哥还让冯公子也坑了我 唉 可怜的孩子呀 别怕 跟着我混 我带你坑回来 在庄子上待了一会儿 沈明燕就要回去 回去的路上 小景恒看出了他的不耐烦 不喜欢做这种事情 确实不喜欢 根本没啥价值 浪费时间 看着这小丫头嚣张又冷酷的小脸 萧静恒就觉得好可爱 灵溪留下来还有事情要安排 萧静恒带着沈明燕先离开 两人坐上马车 马车一路回城 马车上 萧静恒看着沈明燕 知道他身上有秘密 他也没心思拆穿 甚至还挺想帮他隐藏的 你上次在林家短时间内偷光林夫人库房的本事还在吗 在在在 你要带我去偷谁家吗 刚才要杀我的人 我知道他们主子在哪里 而且挺有钱的 背后主谋自然不是他们 但是可以拿这个下手去搬空他们家怎么样 好啊好啊 他们在哪 人在府城 我们从这边过去来回骑马要两天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你大哥 没问题 我明天一早跟你去 好 回到青湖县城 一切还跟往常一样 沈明燕知道他把阮氏打成那个样子 回去了 沈氏一族肯定要闹的 为了震慑敌人 他准备带点货回去 你去帮我租一个车队 我要带一批货回去 地点就在之前我租的那个宅子里 这是要打发他走 萧敬衡点有拒绝 沈明燕一个人去了那个宅子 从空间里放出来不少东西 等萧敬衡带着马车到的时候 沈明燕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看到这些东西 直接让人搬上马车 回了杏花村 到了村子里 快看 沈家又买粮食回来了 乖乖 这沈家真有钱 这怎么经常弄粮食回来啊 他们在哪弄的 这可是灾荒年啊 我怎么觉得沈家每天都大鱼大肉啊 这是我的错觉吗 不是错觉 他们家确实有钱 日子过得跟县城里的大户人家差不多 真有本事啊 哼 瞧你说的 没本事能把沈氏一族弃成那样吗 这都闹上门了 庄人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个个笑着摇桃 心里都明白沈氏一族想干什么 屋子里 沈组长坐在那里 沈明 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都是我沈氏一族养大的 你跟沈氏一族脱不了关系 如今你竟然打了我们的族人 我这个族长就有权管教你 沈族长想怎么管教我啊 我知道你家长风要读书啊 读书人最是重名声 被赶出家族 将来前途几乎可以说是全部毁掉了 你一定舍不得毁了这么一个好苗子 我们也舍不得 所以我跟族里长老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想用我做什么 你赔偿软湿二十两银子的医药费 跟我这个族长还有几位长老道歉认错 然后把你家盖的作坊让出来给族里公用 我们就允许你回来 我要是不答应呢 你凭什么不答应 你姓沈 你本来就是我们沈家养大的 哼 我不仅不会答应 还要把你跟昨天的软饰一样给扔出去 你敢 放心 我爹肯定敢 就算他不敢 我也敢 混账 这里没有你一个女娃子说话的份儿 给我滚出去 哼 这里是我家 没你一个外人说话的份儿 给我滚出去 你 你大胆 来人呢 大小姐 家里的家丁呢 养他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来了这种捣乱的人 不知道乱棍子打出去 这么凶悍的大小姐可怎么办 燕燕啊 回房间待着去 不用担心你爹娘会被欺负 你还小 别害怕 这闺女实在太凶悍了 昨天好歹没那么多人看到 她出手也就出手了 可是今天这么多人 她就不知道收敛点 坏名声一旦传出去 你做什么好事都是坏的 干坏事必须暗中来 再不计还有她这个老爹呢 回房去 沈明燕不高兴 但是还是听爹爹的话乖乖回房去了 女儿狠话已经说了 沈明自然也不会客气 免得下女儿的面子 沈组长 我给你留点脸面 自己滚 不然我可要赶人了 你 你反了天了是不是 沈明 你脱离了家族啊 将来你的孩子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嫌弃比 你真以为你有点钱就了不起了吗 有钱就是了不起啊 以前我没钱 你们就迫不及待的要把我赶出沈家 可是你看现在 我有钱了 你们立马一大群人过来求我回去 我要是个熊光蛋 你们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 你 别你你你啊 我听着都替你尴尬 我沈明 捡来的孤儿 本就跟沈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我是秀才 我儿子也是秀才 我家有钱有公明 你们有什么 哪里来的自信 来我这里就消 你 你是沈家养大的 我沈是一座 刘伯 给我轰出去 张口闭口就那几句 他听得脑壳痛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还装糊涂 懒得搭理了 直接赶出去 刘伯立马带着人把沈组长封出去 外面人看着 一个个全都憋着笑 勤风勤朗 一个抱着一大块猪肉进了院子 两个人经过沈组长时都停留了一瞬 什么都没说 直接走人 那明晃晃的鄙视把沈组长气得直接晕了过去 马车上的粮食被一包一包的扛进沈家的院子 那么多人看着 都觉得还是沈家靠谱点 怎么了 被气到了 这日子真无聊 整天面对的都是一帮子奇葩 一点脑子都没有 打赢了都没成就感 一些小人物而已 不用放在心上 不过就是还没习惯你们家的富贵 等他们习惯了 会比谁都怂的 你看看镇上那些大户人家 哪个老百姓敢去招人 沈绵烟还是不高兴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跟这些人打交道 那就要尽快脱离这个环境 等身份太高了 面对的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相信我 这是真的 你家作坊要开业了吧 等作坊开业了 村里的老百姓就会越发维护你 你啊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就有了呀 明天带你去府城 回来作坊就开业了 怎么样 好 第二天一大早 沈绵烟早早起床 坐上萧静衡的马车就去了府城 大街上很是热闹 沈绵烟想下来走走 萧静衡先下车 沈绵烟刚出来 结果旁边冲过来一辆马车 差点把他们的马车撞翻 沈绵烟一个不稳 直接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萧静衡吓得赶紧去接 直接撞到了萧静衡怀里 但是这角度 砰 两人的嘴唇撞到了一起 就 磕到了牙 靠 偶像剧不是这么演的 而萧静衡 此刻却懵了 女孩的味道 是这样的 曾经还有身边的人跟她说 那是她没尝过女人的滋味 她以前不相信 现在 好像有点心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疼 沈绵烟缓了好一会儿 才缓和过来 转头就去找那马车的主人算账 对面车里的人就冲出来了 你们没眨眼睛吗 本姑娘的马车都敢来 不要命了是不是 你横冲直撞撞到了我的马车 害我差点摔下去 竟然敢恶人先告状了 死丫头 去死吧 那带着无数道次的鞭子 就这样朝着沈绵烟挥舞而来 小景衡赶紧上来护着她 沈绵烟却没要她的保护 自己手里也冒出来一条长鞭 挥出去跟那小姑娘的鞭子 搅在了一起 借着这股力道猛然一拉 回过神来轻叫一声 小姐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了这个贱人 住手 水明烟正准备迎战 人群中忽然传来一道急急的声音 大姑 杨玉娇 大听广众之下 你就敢杀人 胆子可真不小 长风哥哥 是他们想要打我的 他们拦了我的马车 我不管是跟他们说道说道 你让侍卫杀人 当我没看见 一个贱民而已 我是西洋侯府的嫡出孙女 这小贱人以下分上 她本就该死 信阳侯府 哼 那个害的母亲流落在外 这么多年的信阳侯府 总有一天 我要彻底回了 是吗 这是我家小妹 梁小姐准备怎么处置 你 你说什么 她是你妹妹 她来农村的就是农村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没想到她是你妹妹啊 长风哥哥 都是误会吗 我哪知道她是你妹妹 只是的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我也不会这样误会妹妹啊 沈家妹妹 你别怕 刚才就是误会 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来了府城一趟 以后记得来找我玩啊 我叫梁玉娇 国都西洋侯府的嫡出孙女 西洋侯是我爷爷 最近在锦州走亲戚 这府大人可是我外公呢 沈明燕看着面前变脸特别快的梁玉娇 心里很清楚 这姑娘手段估计不简单 没事吧 没事 长风 长风 怎么了 怎么又是这个嚣张的丫头 没事了 我家里人来看我了 下次再跟你们拒绝 今天先失陪了 众人看到这幅场景 都猜到了 他们便一个个道别 沈长风没有在里梁玉娇 转过头来 看到萧静衡 两个男人 就这么隔空对视 眼神交流间 似有火花闪过 他就知道 沈长风肯定认识他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沈长风没有说什么 而是把沈明燕 带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里 到了屋子里坐下 沈长风拿着药箱过来 嘴巴那里哭到了吧 过来抹点药膏 看着面前的大哥 可就是让人觉得怕怕的 沈明燕乖乖坐下 沈长风温柔地给他上药 无视了一旁的萧静衡 把这个吃了 沈明燕闻了闻 张嘴吃了 吃来找我的 正好有点别的事情要办 就过来了 也就是说 找我只是顺道的事 为什么没让你二哥三哥 跟你一起来啊 爹爹知道吗 那就是临时决定的 你怎么知道 如果不是临时决定的 爹爹肯定会缠消息给我的 刚才那个女孩子 嚣张且心狠手辣 欣养侯府出身 最近小心点 想去哪 我带你去 大哥 你都不问我 我来这里干嘛的 哼 你人都来了 不说我也会知道 天色不早了 你一路过来累坏了吧 我让人带你去休息 林妈妈 大少爷 大小姐 带小姐下去休息 是 小姐请跟我来 沈明嫣看了眼 萧静恒 乖乖地跟林妈妈走了 人走了 会客厅里 便只有萧静恒 跟沈长风 萧世子 准备在我家住多久 我暂时还没有住在沈家 令尊正在盖房子 新房子落成了 如果能收留本世子 本世子敢记不记 你是冲着我妹妹来的 萧静恒身心一顿 这态度等于默认了 世子请回吧 我妹妹 不会沦为冲喜的工具 镇国王府保家卫国 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地位 应该 不至于这么迷信才对啊 冲喜 你为什么会觉得 是冲喜 哼 萧世子命格孤煞 注定一生孤独 除非有女孩子天生富贵 命格强硬 才能化解 我妹妹就是这种 上次老王爷 跟空治大师亲自过来 就是为了这个是不是 见过我妹妹了 确定我妹妹 能化解你的命格 所以才待在她身边呢 我没说错吧 他爷爷跟空治大师过来 谁都没有告诉 这家伙远在府城 竟然知道 我妹妹是农家女孩而已 我沈长风 即便有点读书的名声 在镇国王府面前 也不值一提 配不上镇国王府 他不会入府为妾的 萧世子 就不要为难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了 他之前救过我一次 我这才认识她 后来她跟我做生意 帮了我很多 接触下来 我确实对这个姑娘感兴趣 我爷爷跟空治大师过来 说青湖县附近 有贵女诞生 能改变我的命运 我本来很排斥 因为事先已经对你妹妹 动了心思 后来才知道 是燕燕 当知道是她的时候 我很欣喜 对燕燕有好感 是因为她这个人 你不用担心 还有一点 若真要娶她 我不会让她为妾的 你会明媚正娶 难道不可以 萧氏皇族不会答应 我爷爷跟祖母那边 没有问题 如果你说皇帝那边 只要是我想娶的人 那边都不会答应 我说 我会给她这样的体面 你或许也不会相信 不过有一点 你要相信 你的妹妹 到了能嫁人的时候 不会一无所有 她的身份 不会比任何人差 进门直到现在 这句话最得沈长风的心 沈明烟被林妈妈 带着去房间休息 布置得也很清雅 这风格 就是专门给女孩子准备的 这是专门为她准备的 这里是府城 而且是繁华地带 沈家果然有钱人啊 这帮人在外面 过得这么好 是怎么让杏花村的那帮人 以为他们很穷的 无法理解 四处看了看 知道大哥跟萧静恒 那边会谈些什么 她待不住 还是准备过去瞧瞧 大哥 家里的事情 我都知道 包括 你曾经几次 借着我的名义 弄粮食回家 我知道你会知道的 爹爹也知道 至于娘亲知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了 就不怕被揭穿啊 哼 谁会揭穿 你们吗 你们本来就知道 我故意说谎的 只会帮我隐瞒 才不会揭穿呢 这小丫头 是有恃无恐吗 那些粮食是哪来的 大哥 我如果告诉你 我受过观音菩萨的点话 手里有神仙宝贝 你信不信 信 这种鬼话你也信 这个世界奇妙的很 我不知道的事情多的是 只要你能解释 粮食的来源 我就信 我不解释 行不行啊 反正我能弄到 很安全 还很正当 不想说也可以 以后 只能跟新人的人合作 还有 做事之前 最好先告诉我们 这样我们好掩护你 大哥 你就不好奇 不想知道具体原因 这么维护我 就不怕 我最后说谎了 燕燕 我是你大哥 你什么时候 连大哥也不相信了 你是我妹妹 我自然维护你 即便你说谎了 有隐瞒了 也不会害我 每个人都有秘密 都有想守护的人 你的秘密 甚至还在帮我们这一家 我为什么要怀疑你 他是真的无法理解 这种互端 应该说 他没经历过 沈明燕没说话 长大了 有心事了 连大哥都不相信了 燕燕 你记住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是一家人 哥哥一定会保护你的 沈明燕看着眼前的人 不知道阴下 还是不赢 他做事向来都有保留 不是因为相信他们 他只是 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已 可是眼前的沈长风 突然就让他心里很暖 大哥 果然是最爱我的呀 燕燕可是记住这句话了 有的事情 我还不想说 但是哥哥要相信我 不会害任何人的 现在呢 跟你坦白一下我的想法 我知道你们排斥 小静恒 但是 我不想赶他走 为什么 我不想一辈子 做小老百姓 一点自我保护的能力 都没有 接触到的 全是一些没脑子的人 我受不了这种生活 人往高处走 水才往低处流 不要跟我说那些什么 誓金钱如粪土的人高雅 也不要跟我说 想要荣华富贵 是爱慕虚荣 我想要权力 我要站在顶峰 无人敢欺 我想在这乱世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现在我们太弱小了 这样乱糟糟的世界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 合作伙伴 萧静恒 就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她还以为 就算奄奄想要 进入权贵阶层 跟萧静恒接触 也只是因为男女之情 完全没想到 奄奄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感情闹了半天 这丫头完全就是 把萧静恒 作为一个合作伙伴 各取所需 燕燕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留下萧静恒 难道不是因为 因为她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适合做夫君 这才是正常女孩子的思维吧 做夫君 也不是不可以吧 只是我没太大期待 我长得漂亮 又足够优秀 男子追求我是人之常情 既然他来了 那我好好考量就行了 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这一期间 我把他当成合作伙伴 资源共享 各取所需 不行吗 行 当然行 就是完全不像个小女生的想法 理智的让人害怕 他忽然觉得 萧世子要被他妹妹拐来他们家了 不知道萧静恒知道了妹妹的想法 会是什么表情 刚才那家伙 可是跟我承认了他喜欢燕燕呢 燕燕说的都对 大哥听你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哥哥好好搞功名 将来给你撑腰就行 谢谢大哥了 你大哥怎么了 怎么突然对我的态度就变了呀 你这么优秀 他为什么要为难你 这么一个出色的合作伙伴 说不定还能考察一下做自己的妹夫 这没必要为难呀 这句话成功把萧世子给取悦到了 燕燕觉得我很优秀 对呀 没几个人能在你这个年纪 有你这样的成就的吧 光是容貌就已经完胜无数人了 再次被取悦到了 实在太开心了 你喜欢钱 对不对 我带你啊 去那家的库房怎么样 你想搬空的话 我帮你 他们家是不是很有钱 超级有钱 是个大贪官 家底非常厚实 太好了 今晚咱们就行动 你就不奇怪 我到底是怎么把人家搬空的 你以为我猜不到吗 你身上肯定有宝贝 之前在大街上 跟梁玉娇对打的时候 那鞭子突然就出现在你手上 怎么看怎么不合理啊 你挺聪明呀 你就喜欢聪明的人 不是吗 商定好一切 沈明嫣跟萧敬衡就在这里睡下 半夜 沈明嫣已经换好了夜行衣 出来的时候 萧敬衡已经等在门外了 同样是一身的黑衣 走吧 两人刚转身 就看到一身白衣 拿着扇子 大的沈长风 你俩去哪 我们一起 大哥 你怎么在这 我不能在这 你一个小姑娘大半夜的想要出去 当哥哥的我不该保护你 我的意思是 你怎么知道我要出去 难不成你来我这里 是来玩的 既然不是来玩的 那肯定不是好事 尤其白天那个梁玉娇 还打了你 是不是要去找他算账 不是他 我就是 杰夫姬平去 整个锦州城 最富的就是梁玉娇的外祖父家 他转头看向萧敬衡 准备待会带你去的 就是陈之府家 也就是梁玉娇的外祖父 这么巧啊 那正好啊 今晚要干一票大的 怎么感觉这妹妹 有点像土匪啊 大哥 他要带我接夫姬平去 那个陈之府家里 可有钱了 我们去搬空 他家库房 你怎么办 之府府邸首位很多 我们自己去还好 带着人去可不方便 不用带别人 就我们自己去 我有宝贝 直接就能搬空 沈明爷没有耽误时间 直接让萧敬衡带路 沈长风在原地顿了顿 没想到他们竟然是去抢劫的 还宝贝 如果有宝贝 那他就更要跟着了 三人很快就来到了陈之府住的地方 这个是地图 府库在这个地方 一共三层 下面还有密室 另外城火的书房 还有一间密室 他前院的卧室 也有一个密室 后院那边 他夫人的院子里还有一个 然后花园那边 还有一个密室 这么多密室啊 果然有钱 梁玉娇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小丫头也挺有钱的 不过 跟府库比起来都是小玩意儿 待会儿带你去 好啊好啊 先去库房 走 很快 到了府库所在地 这里有人看守 把迷药下去 直接就晕了 这里面没什么特别的 但值钱的不少 那些布匹啊 家具都是好东西 真正贵重的 在密室里 沈明烟激动地跑过去 给我收 手指一碰 眼前的东西立马消失 两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沈明烟已经把眼前的 所有货架全都收了 萧静恒跟沈长风 面对空荡荡的库房 目瞪口呆 你们两个 谁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把你们也收进去 一辈子不放你们出来 系统 下面两层的机关在哪里 沈明烟跟着系统的指示 找到了地方 这才是好东西啊 哇 这个珊瑚 好漂亮啊 这些都是金银财宝呀 好多 几十箱子呢 这不是他妹妹 绝对不是 这也太财迷了 沈明烟把库房 顿时清空了一小半 这些 都是些不错的书籍 要不要 这还有不要的 全部搬回去再说 这知府真有钱 那几十箱子的金银珠宝 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他竟然还有这么多名贵的百贱 我都说了 他是个大贪官 特别有钱 这只是一小部分 他自己书房里的呀 估计更加质贤 不看了 全部板控 让我换下一个地方 哼 这和我胃口 下面第三层被沈明烟找到 这里面全是粮食 全收了 他成交还有两个粮仓 出去后 我带你也去给搬扣 那粮仓不是官府的 不是 粮食都是搜刮来的 还有一些是赈灾的粮食 但都被贪污了 如今都成了成虎的私人财富 两个大粮仓 不少粮食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知道的更多 你想不想听 快说 他是不是还藏着别的宝贝 完了 钻千眼里去了 看紧的 全部搬走 沈明烟赶紧把粮食 全部收进空间里 就这样 三层的库房被洗劫一空 搬空了所有密室 包括花园里那些 隐藏的密室之后 沈明烟来到了 粮狱浇住的院子 我现在心情好 去陪他玩玩 你们在一边等着 待会儿他可能会尖叫 可能会引来不少人 你们终于躲避 两人见他这么开心 点头应下 梁玉娇正在泡澡 那个小贱人 等我嫁给长风哥哥 我一定要弄死他 省不得台缅的东西 将来只会给长风哥哥丢脸 就是 小姐 那小丫头根本就不配做长风公子的妹妹 将来根本也不配叫您嫂子 您这般尊贵的身份 将来要是带着他出现在大家面前 那多丢人啊 哼 我压根就不会让他活着 今天跟我叫嚣 那个死丫头现在在哪 我明天就去找他 应该在长风公子那里吧 那贱人凭什么待在长风哥哥身边 湖泊 你看那边的那屏风 是不是不见了 对啊 刚才这里有个屏风的 去哪了 你快去看看 起身过去看看 却发现找遍了整个屋子 也没看到屏风 这 没有人搬走啊 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正奇怪着 回头一看 他身侧那一个屏风也没了 让玉娇感觉有点害怕了 之后 是眼睁睁的 看着这一切突然消失 一屋子的丫鬟吓得面无人色 吓得全都跑了出去 鬼啊 别走 回来 都给我回来 不要走 救命 他光着身子 根本没办法离开 空中突然飘下了一片白布 正好落在了梁玉娇的头顶 沈明烟把梁玉娇按水里 让他疯狂地挣扎了一会儿 然后就把他放上来喘口气 来来回回 把梁玉娇折腾的尖叫声就没停过 恐惧蔓延四肢百骸 赶紧走了 那些人肯定要去报告知府大人的 看到知府夫人院子里也那个样子 这府里就热闹了 三人下了院墙 赶紧就离开 爹 我轻功厉害 带你走吧 不劳烦消世子 我妹妹我来护着就行 燕燕 这明烟在月色下盯着那些花 大哥 这都是名贵品种吧 那极品兰花 名贵牡丹 我去 老值钱了 然后朝着那些名贵花草扑了过去 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 简直寸草不生 终于离开了陈府 这个时候 沈明烟目光亮亮的看着沈长风 走啊走啊 大哥 那两个粮仓在哪 快带我去 燕燕 天色一晚 咱们先回去休息吧 以后再 哎呀 我一点都不困 那么多钱等着我去赚呢 哪里还会想睡觉 就带她去吧 不然搬空了 她估计她睡不着了 大不了让她明天都睡会儿啊 对对对 无奈 沈长风只能带她去 郊区的两个庄子 这里有城湖隐藏的两个私人粮仓 凭借这三人的武功 还有沈明烟的逆天神器 很快就将这里搬得干干净净 回来的路上 沈明烟心满意足 整个城府却喧闹不已 现在满大街都是侍卫 到处都在抓贼 沈长风带着她 以轻功 从隐蔽的地方赶紧回家 累了吗 沈明烟摇摇头 一点都不累 那就说说 你这宝贝到底是什么 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 反正 这东西是我的 我自己都没办法控制她 把它弄掉 大概是你们所能理解的 戒子空间 我上次掉进了水里 其实已经死了 但是神仙菩萨救了我 还给了我这个宝贝 说是要我好好利用 积累福报 造福万民 我将来会有好运的 沈长风不说话 萧静恒倒是没什么 燕燕手里有什么宝贝都没关系 只要愿意做她媳妇就行 这宝贝对你的身体健康 没什么影响吧 没有 完全没有影响 我告诉你们两个 这东西在我身上 我没办法控制 更没办法把它弄下来 你们谁要是敢觊觎 我就把你们也收进去 永远都不让你们出来 听见没有 死丫头竟然不相信哥哥 以后哪里有宝贝不告诉她了 哥哥是缺宝贝的人吗 哥哥有钱的喊 才不在乎你那么个宝贝呢 抢 开什么玩笑啊 不抢的话 媳妇是我的 聪明的大舅子是我的 大将军跟大商人的小舅子是我的 富贝老丈人还是我的 抢的话 那这些人都给我成仇了 那东西奄奄玩得很溜 我抢来了不会玩怎么办呢 我要媳妇 我要转孕 我要生孩子 那宝贝 能给我生孩子吗 这两人都这么不屑地翻着白眼走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喂喂喂 我在跟你们说话呢 我认真的 我能把你们也收进去的 站住 有没有搞错呀 随身空间这样的宝贝 都没有作为宝贝的排名了吗 你们也太不把宝贝放在眼里了 第二天 沈明嫣睡到大中午才起来 睡饱了 她整个人都精神的不行 昨晚因为存储了大量的物资 系统空间升级了 客厅里 沈长风跟萧敬衡正在吃午饭 沈明嫣过来坐下 外面怎么样了 有的说臣府闹了鬼 东西都被搬空了 有的说 臣府是得罪江阳大道了 被人给偷光了 还有人说 臣府是得罪神仙了 觉得他不配拥有那些财富 就给收走了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陈大人醒来之后 发现多年积攒的财富 一夜之间全没了 吐血晕过去了 现在还没醒呢 那位梁玉娇梁小姐 吓得有点精神失常呢 听说大夫整治 只是吓坏了 家人安慰一段时间 就能没事 只不过 他洗澡的时候 太多侍卫冲进去了 已经传开了 名声是彻底毁了 以后 再也不能仗着身份 要嫁给谁谁谁了 大哥 这府楼的饭菜不错呀 青湖县那边 除了咸府楼 别的都没你这好吃 你那宝贝 能装多少东西啊 大哥 你还有别的东西 要我搬 有 能装好多好多呢 在哪在哪 今晚就带我去 还是不要去了 免得万一我记错了 你会以为我在欺骗你 毕竟你昨晚 还不是很相信我呢 等以后有机会 我再带你去吧 沈长风吃完了 淡定的起身 走了 他怎么这么记仇啊 我不记仇 我最好说话了 你图谋不轨 我冤枉 我没有 哼 沈明烟冷哼了一声 低头吃饭 陈府的事件影响太大了 整个锦州都传遍了 走在大街上 忽然看到两个少年 处沈长风招手 长风修 长风修 就看到两个少年 往这边跑过来 其中一个少年 穿着耀眼的金色衣衫 浑身金光闪闪 沈明烟眨眨眼睛 有钱人啊 长风修 这么巧啊 呦 这位姑娘是谁啊 以前可没见过 你兴致这么好 带着一个姑娘逛街啊 这儿是我妹妹 妹妹 这就是你妹妹啊 嘿 妹妹你好你好 在下金月泽 跟长风兄呢 都在云山书院读书 嘿嘿 不过呀 不是一个夫子 我没你哥哥这么聪明 他的夫子不要我 这么坦诚的吗 既然妹妹来了 怎么着的 咱们也得招待一下 去闲浮楼吧 闲浮楼最近啊 出了新的菜市 我请客 带妹妹去尝一尝 沈长风没有拒绝 几人便往闲浮楼去 锦州这边 也是有一家闲浮楼的 并且比青湖县那边的 更大 也更豪华 金公子 长风公子 几位公子小姐 里面求 上一些招牌菜 本公子今天呢 请朋友们吃饭 好嘞好嘞 几位楼上抢 楼上有哑间 众人去楼上哑间 沈明烟看了下这里的环境 看大哥的样子 似乎对这些消费见惯不怪 他有点好奇 爹爹到底是从哪弄到的钱 给大哥花的 虽然知道大哥坑过灵溪 有灵溪的孝情 但是沈明烟持权 一个灵溪养不活沈长风的 仙烟则跟杨溪跟沈长风很熟悉 对待肖静衡就不认识了 老大 妹妹喜欢吃什么呀 要不要专门点一点别的菜给妹妹 对啊对啊 妹妹好不容易来一次锦州 我们可得招待好了 锦州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我负责带妹妹去玩怎么样 我自己的妹妹 我负责带妹妹去玩